收看每日一字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要介绍的是票字 支票的票 票字的国语注音是票 自声票 喝药票 自声票 票就是平正和信物 常因为使用的性质不同而有各种名称 如大陆同胞在共产制度的统治之下 人民生活与基本自由都在共产党的掌握之中 一切都依人民的劳动量而实施定量配合 所以买部要部票 买肉要肉票 吃饭要粮票 出门要路票等等 在这种票的世界里 大陆同胞所过的生活 又岂是在复兴记忆的同胞们拿着钞票 汇票 支票 所以买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时 所能想象得到的呢 因此 我们不可以人在福中不知福 尤其是实施地方自治以后 拿在我们手中的这张选票 更是大陆同胞难以想象的东西 海峡两岸溢水之隔 票的价值竟有天壤之别 我们能不珍惜当前所拥有的吗 票在古文中还有两个读音喊解释 票也念飘 国语著音是颇腰飘 一声飘 飘是摇动轻快的样子 如汉书获去病传 寿兆与壮士飘摇较味 因为获去病是汉朝远征匈奴的名将 所以又称获飘摇 不过飘摇也可以写成这样的飘摇 但是在唐人的诗中则写成这样的飘摇 票又念飘 国语著音是飘腰飘一声飘 飘是火飞的样子 但是用到的机会却很少 最后要说明的是 票字是收录在试部 试字的上偏旁是上短下长的两横 而下偏旁也不是这个小字 中笔是不带勾的 所以在书写的时候特别提供您做参考 今天的美日就给您介绍这了 谢谢您的收看再会